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記者會 感謝各位媒體朋友的參加 我們一起來關心我們國家發展電動汽車的狀況 我們也感謝今天到場 和我們一起參加記者會的兩位 我們進一步的代表 我們葉基正 還有我們的保護組長 他們都是相關業務的主要承辦人員 各位不曉得有沒有注意到前幾天一個新聞 我們行政店長林全特別指出了 我們目前電動機車 他說我們台灣的電動機車 尤其是Gogoro做得不錯 台灣過去最弱的是引錢的項目 但是電動車輛它沒有引錢 台灣反而在汽機車的零配件 以及電池方面 我們的技術非常的先進 所以在電動機車 Gogoro拿了政府的補助 有做出了一定的績效 大概目前在電動機車的市場 如果以今年1到5月的掛牌數 佔了快要有七成 那同時呢 如果我們會發展我們的電動機車 可是早在數年前 台灣已經喊了大概十幾年的電動汽車 那我們的電動汽車 目前做得怎麼樣 到現在市面上一般消費者 你還買不到 沒有任何的可供銷售 所謂量產可以上市 來販賣的電動汽車 那到底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政府過去對於電動汽車的福祉補助 換來什麼樣的一個成績 根據我們跟經濟部調到的資料 大概經濟部有兩個單位 會來做相關的業務補助 電動汽車 一個是經濟部的工業局 一個是經濟部的技術處 就我調到的資料大概在從2010年補助 到20104年 就是2015年 政府在電動汽車的相關補助 已經花掉了十幾億 應該十幾億 那為什麼沒有任何的可供消費者購買的 你就是足以上市銷售的產品 問題在什麼地方 尤其現在世界的電動汽車大廠 Pesla也已經準備登陸台灣 Pesla它現在7月在台灣可能出貨的 在世界即將上市的 Pesla有一個比較年輕的車款 它只賣三萬多美金 如果讓它到台灣來 可能在兩百萬台幣以下 那現在呢 芋榮賣給工業局的電動汽車 一台就要兩百多萬台幣 芋榮做出來的車輛 那大概有幾百樣的成本 都是只能賣給國營事業 或者是它運用公司自己使用 就我所得到的資料 大概都賣給 優勤賣給台電 一部都一百多萬 賣給工業局一部要兩百二十萬 而且不含了其他的電子的相關的您配件 所以 也就是我們目前電動汽車歡迎來到現在 做出來的電動車輛 不能上市銷售 都是我們的國營事業台電 反正那錢多嘛 台電就去買了 或者是工業局自己買 或者是芋榮留著自己用 到底為什麼 我們再來看 政府已經花了這麼多錢 這些補助零零碎碎 我調了好幾天 經濟部才拼湊這些錢給我 最少 最少 政府已經補助了16億 在這樣的產業裡面 那投入這麼多錢 有沒有一個政策目標 當時經濟部說 要有三千輛的產出 三千輛的電動汽車產出 當然看不到 這是歷年來的目標 只五年的調價 民國一百年說要做五百輛 一百年一年說要做一千輛 一百年一年說要做一千輛 一百年一年說要做一千五百輛 當然根本做不到 你看實際產出都只有幾十輛 所以乾脆啊 調價目標數 到了一百零五年 到一百零四年 一百零五年 年度銷售車輛的目標數啊 都剩一百多兩百輛 這樣勉強拉高它的達成率 因為目標數太低了 不管如何 總目標數三千五百輛 結果只做出不到五百輛 那達成率啊 又百分之十三了 相對的啊 如果你投入的資源 那汽車的發展 跟機車的發展 天差地耶 育龍拿了政府這麼多錢 那育龍汽車 為什麼沒有辦法 做出我們國人 可以購買使用的電動汽車 政府保護我們國內車廠 就電動汽車方面 甚至啊 在當年啊 趕走了特斯拉 特斯拉呢 他最早在台灣啊 成立一個研發基地 也有很多的台灣 電動汽車的零配件廠 跟特斯拉 是有相關的合作 那後來 在馬政府時代啊 要超過200… 2009年 哦 我心裡面會對本提到這一段 在馬政府時代呢 經濟部啊 告訴這些做電動汽車 零配件廠 請他們在發展電動車輛的零配件的時候 要問一下育榮的意見 這個是當時媒體有報 政府政策要來保護我們國內的育榮車廠 那也沒關係 總要有一點成績做出來 後來特斯拉就撤離開台灣 一直到2016年 他又逐步回來 其實台灣有非常好的電池 還有電動車輛的零配件 相關的產業鏈 非常有競爭力 那政府不能因為要保護育榮 保護國內的國產車輛 結果不只一事無成 你還趕走個世界的大廠 這個確實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那現在下一階段怎麼辦 我剛剛講的這些補助的經費 大概在104年 就2015年差不多到期 那供應局可能還要到2017年吧 不管如何 目前正在審查的是下一階段的補助金費 那下一階段的補助金費 從去年審到現在 原本應該是去年有另外第二階段的補助款 到現在還在審查中 我們希望經濟部在你投入資源的時候 是不是能夠很明確的設定出國家發展電動車輛的決心和目標 不要讓這些錢有去無悔 如果我們決心要發展電動車輛 那請告訴我們 哪一年新政府要有不一樣的決心做法 可以有讓民眾看得到 使用得到的電動車輛 你在審查這些預算的時候 是不是也訂出一個確實的目標 真正的量產數要訂出來 而不是像過去這樣子 最高102年訂出1500輛 隔一到103年 到104年變176輛 你看那個數字變化之大 總目標數 如果我這樣加總起來 3500多輛 還做出不到500円 所以我們今天請大家一起來關心 當台灣有電動機車 已經開始在路上跑 有做出相對績效的時候 那麼我們的電動汽車呢 政府已經花掉那麼多的錢 電動車輛的未來在哪裡 好 我們是不是請我們經濟部的代表 也來表達一下你的意見 是不是請你 好 好 好 請問一下各位 請問一下各位 沒意識的大家好 其實我們知道 往中間做一點好嗎 往中間做一點好嗎 我們知道全球各個國家發展 各個國家政府在發展電動汽車的部分 都還在屬於在前幾年 其實很多用補助的方式去推廣 就是去帶動電動汽車的產業 好 那就先講到剛才委員所提到Tesla的部分 當然Tesla在過去是有在台灣做進行研發的部分 那當然後來因為美國政府 提供了比較優惡的一些租稅優惠 也希望 美國政府也希望Tesla能回去美國設定 所以當初我們的了解是Tesla是基於市場考量 所以把整個車廠以及相關的供應力 也建置在所謂美國 譬如大家知道的日本的Panasonic的電池 也在那邊蓋了一個50億美金的設廠投資 那當然過去Tesla在台灣有很好的供應鏈的合作 在當初新車的台法上 包括馬達的部分部分部分 都是和他的檢視檢視以及貿連的一些現財的部分 所以當他回去的時候 其實也我們的供應鏈也打入Tesla的供應鏈 所以在Tesla本身在美國的狀況是這樣 但是回歸到各國這樣 其實目前還沒有一個電動汽車 是完全可以跟燃油汽車 在性能續航力上去做競爭 這我們可以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個還在前前發展 那目前這個產業 各個國家在發展電動汽車 有幾個瓶頸 其實各國家都在找解決的方法 譬如充電的設施 譬如續航力的部分 譬如營運模式的部分 各個國家都在找 所以其實台灣在前面幾年 也是在輔導國內業 不是這方面的政策性的探訪 好 再回來 其實有關系到 我們過去在補助電動汽車的部分 其實我們過去有大概推了10案的電動汽車 那目前來看 我們大概在補助電動汽車 大概有300多台車 委員剛才說的 那為什麼我們過去的目標一直拉不上來 其實在於 不管我們補助案是補助的也好 或是其他車廠的電動汽車 其實大家都在找銀行品 以及它的效果 所以不只國內的自由品牌車廠 其實在台灣的一些日系車廠 其實在數量上其實是 還有在努力的空間 以及市場不開拓 還是有努力的空間 所以這個部分 先兩部分先回答一下那個 委員長 原本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你在解釋Pesla的事情是這樣 當時他在台灣 確實有非常好的一個根基 他也花錢在台灣設立了一個基地 他為什麼要離開 很多原因 那你剛剛的解釋 就是跟我們政府沒有關係 不管是美國政府的補助讓Tesla回去 但是無可否認的 當時的台灣選擇 要扶植國內的產商 可以說幾乎是一面倒的 倒向玉籠 所以Tesla這樣回去 不管這個是不是原因 你剛剛講的 不管電動汽車發展的過程是什麼 政府如果訂出目標 那你這個目標亂訂 你怎麼都做不到 你差那麼遠 如果你跟目標產出 只相差一點點 那我們可能啊 再努力一下就夠了 你看你那個年度達成率 也有達成2%的 你看 民國一百零二年 二零一百零二年 訂出是一千五百樣 你只做出三十幾樣呢 那你這個目標訂得 亂訂一頭嗎 這個會 我覺得是沒有辦法接受了 因為你政府政策 一定有一個根據 你才會訂出這樣的一個目標 目標車輛數 那你累積了那麼多年 好 很多國家當然都在發展 可是這個也是一個比賽 我們從希望台灣啊 那麼早投入 而且我們已經有那麼多 那麼好的一個相關零配件廠商 包括電子 我們絕對啊 比任何的國家啊 很有競爭力啊 至少會做出啦 一定的成績來 我們現在是連一部可以量販 銷售的車輛都沒 都做不出來的 這個是我覺得 政府如果要再 你要再投入下一階段 你錢要再花下去可以 你告訴我們 到底哪一年啊 會有實質的成績 總要有一個交代吧 好不好 這是我們今天所要關心的 弄 有關那個委員剛剛提的資料裡面 有關就是在技術處補充 它還是對一些客廠計畫的一個補助 那委員剛剛的資料裡面提到說 大概有12.6億這一塊 我想各位說的補充 那12.6億 大概基本上我們是 統計是從89到106年這個區段裡面 我們大概對育龍的補助12.6億 那這裡面其實這12.6億 原則上它是補助款 那總計會事實上是大概57到快60億左右 所以它基本上對育龍的這個集團的補助比 大概20多% 21% 那原則上我們一般的客廠計畫的補助比 大概都40% 所以各位講這第一點可以我能報導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有關在電動車部分 基本上我們現在目前就是說 透過這次的領域 其實不完全是純電動車 還包括一些汽油引擎的 像引擎還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輕量化的一些 所以大概都在我們基礎計畫裡面 那基督署的主要目前還希望說 透過育龍這個所謂的 大帶小重的 中西衛星光碟 在我們帶動我們的衛影 所以大概基督署的敗你的小事 那剛剛那個 關於黃莊主席 其實就是在整個電動車發展上 我想不理這兩個 他怎麼加以配的 那所以說如果說假設在 整車部跟我們有可能作用 我們也是會完全來變回的 以上我先做足夠 好 不管玉龍拿多少錢 他自己有一件說明的資料裡面 大概承認拿了9億 他的集團非常大 上下有的零件廠商也很多 我們只是啊 不管如何 我們也要從結果來看 就是我剛講的 你根本沒有一個任何那個成績 你如果對民眾交代 那現在到了一個時候 我們要 又要再審查第二階段 就是我們下一期的計畫 他的計畫 好像有一個100 應該是106年開始 106年 那去年到現在都還沒有決定 那你 之前已經花了那麼多錢 那你下一階段要不要繼續花錢 看起來是要 這種要不要發展電動汽車 那因為你第一期 你上一階段花了錢 那十幾億 已經沒有達成任何目標嘛 沒有一個成品出來 那你第二階段 我認為你是不是陷入一種兩難的狀態 你不投入的話 那你之前投入的人是不是都沒有 那如果國家要發展電動汽車 那你第二階段的目標是什麼 你要準備 又要投入多少錢 技術這邊有沒有 遇徒的預算 包括委員 基本上技術這邊 我們還有提到說 我們大概是在 就是一些關鍵信用部分 那剛剛委員所提的就是 有沒有整車的那個 那個推動部分 我想工具這邊 他們基本上 在提有分別 第一階段他們開始 屬於育龍的小客車 那後來我們其中有賣入一個 叫做 大型的交通工具 就像巴士等等之類的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政策 我想剛剛董事長可能也要解釋一下說 對 你可能要稍微來解釋一下 好 那我們總是要求經濟部 在你下一階段 如果要在審核計畫的時候 政府要再投入錢 你就要求 這是我們的一個職責 總要給民眾一個 一個交代 國家的資源投入 我們希望 早日看到 那我們台灣 有這樣的一個技術能力 有自己的電動汽車 可以做出來 可以做出來 好 好 好 我們現場媒體朋友有 有意見嗎 大家有任何問題嗎 請 然後請問一下 就是有關達成率 插座底部的地方 是不是經濟部有要檢討的地方 那是哪部分需要檢討 其實這達成率的部分 跟這位記者朋友說明一下 其實不只在導入國產 無論我們過去 包括國際上一些日美系的車 車子本身生產出來的 電動汽車引進到國內 其實不管國產或進口 都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價格高的問題 那價格高 它比燃油汽車更高 那如何讓這個成本下降 其實各個製造電動汽車的廠商 都一直在追求的目標 為了就是擴大它的銷售量 所以在過去 我們大概可以知道 陳獨森剛才各位報道了 就目前在生產成本部分 各個車廠都面臨這個問題 那我們也預期未來應該 車價會一直往下 包括剛才提到那個車廠 也是提出了更便宜的車款 這主要的問題 當然有些細部的問題 我們就不在這裡 跟各位做報告 謝謝 不過我認為說 如果你沒有辦法達成整車 相機低的 不要 不要再浪費錢 如果政府 台灣如果 趕快找出一個確定的政策方向 如果你不要 那也沒關係 你過去投入 那看怎麼去結算 總不能再錢給育榮 結果沒有任何東西做出來 所以我想 相關決策者要護及 政策的一個責任和擔當 正好 好 或者是電源之類的問題 其實在國內相關的電動機車上面都有點刻苦了 儘管它好或不好就是一回事 可是在家裡充電的或者是到充電站去交換電池的 這些都已經有在做了 為什麼汽車會化不充電過 我們不會要求說什麼時候 你至少我們去補助 可是你可能比如3年或5年內 你必須要上線來這樣做 不是說另外一方面就是 現在既然有國營事業去買的那些車輛 它不然你使用的機包有多 還是就是放在倉庫有多 別忘了說明一下 好 我們請組長 其實當然電動機車國內 各位媒體朋友都有看到報章不錯 其實電動機車報章不錯 電動汽車的部分其實 國內一直有名義 因為國內市場規模不大 真的不大 那在全球的電動汽車的市場規模也是很小 所以不是台灣面臨這個問題 那各個國際車廠其實發展的電動汽車講規模也不太一樣 各位我跟特斯蘭賺錢 那現在有多少錢我 特斯蘭是賠錢的 那這邊加拿走耶 只是規本立德而已 我想請問一下政府補助是不是太少了 剛剛聽下來對玉龍最 我是小汽車觀點的記者 聽下來玉龍只有拿到10億的補助 可是美國政府至今累積對特斯拉的補助 已經1000多億台幣 我們希望發展電動車行業的零部件 不要發展整車的話 零部件要進入汽車公司的供應鏈裡面 要做過很多整合測試 那台灣如果不 繞不開去做整合測試這一件事情的話 你就繞不開要有車廠養人 去做這些整合測試平台 你的計畫是什麼 如果要發展零部件 你是只要發展售後市場 這是改裝 改這些外觀件 還是說你是希望進到T21去生產馬達 生產電池 生產電池模組 那這些東西如果不測試的話 根本沒有人會去採用 那我主要問題還是說 是不是補助太少 你要補助誰都可以 可是我們拿4000億 8000億去補助軌道 這種可能要被淘汰的東西 為什麼不補助這個東西 那這什麼要回答 跟利基爾說明一下 其實就經濟部立場 站在產業發展的角度 我們會思考一件事 是如何帶動產業發展 那補助車款 補助車價當然只是其中的一個方法 那大幅補助是不是就會帶動我們整個產業 其實也不只可能就是車廠或是我們的產業 必須提出好的營運模式出來 所謂好的營運模式 包括它的電池效能 電池的發售方式 它的營運範圍 營運模式怎麼去設計 所以不單單只是這個問題 但是我也必須跟你說 你說的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部分 過去TESLA在台灣近年研發的時候 當然包括你講的馬達 護田的部分也有一起開發 所以藉由國際車廠打入供應鏈 目前已經有國際的 我們國內的供應鏈也有打入 國內本身自己要開發汽車 育龍也在做 也帶動了大概38家的國內廠商 進入它的供應鏈 以及405個 大概400個左右的零組件也進去了 所以分開這兩個問題來談的話 其實我們經濟部工業局 其實都有在國中 但是前提第一個問題是說 要有好的營運模式提出來 所以可不可以這樣說 其實那個補助並不是真的有去無為 起碼有300多個零件進到 國際汽車電動車大廠的供應鏈系統裡面去 如果沒有這個測試 如果沒有之前那個 不知道那個提出 剛剛提出好像十幾億的這個投入 就沒有這300多個零件進去 所以如果要做零部件的話 你是不是有更清楚的計畫 如果不做整車的話 我們怎麼去參加到 我今天開車趕過來 花了40分鐘 產生了7公斤的二氧化碳 地球就快被人類滅亡了 那我們怎麼去趕 善盡公民的 地球公民的一部分 其實這也是林委員 剛才一直跟我們說了說 希望我們經濟部能針對零組件的部分 趕快去輔導 他也其實一定會有輔導 所以目前我們的現有集資 沒有衝突 因為我們的補助也有很多種 他有的是發展周邊的相關零組件的工作 有的是 那其中有的是整車產出的部分 好不好 好 好 我們還有其他的問題 不好意思 我剛剛問題是被打斷的 可不可以請他們回答一下 到底有可不可以要求在幾年內 來做量產上市 而目前到底實際上 銷售給國營事業他們的 這些車輛使用幾個 第一個 國營事業的部分 可能要問國營事業 哪個出現好 第一個先回答 最後一個問題 再來要求哪時候上市 其實我們的考量點 會是 車子要合理達到上市的目標 唯一是我們考量的點 而不是哪一個一定要上市 因為大家都知道 民眾的駕駛安全最重要 所以回答你 你第一個問題 有沒有可能就是所謂的營運模式 參考機車 電動機車的一個銷售的方式 到底會難停止在什麼地方 可以說一下 其實兩個營運模式完全不一樣 第一個 我們電動機車的 我們就騎乘的里程序來講 電動機車跟電動機車 兩個就可能差兩倍三倍 再來 充電的方式不一樣 因為電動機車有換電 我們的電動機車沒辦法換電 它只能充電 那如果討論充電的話 電動機車的充電模式又有多種 包括營運模式也有多種 這完全能靠電動汽車 那我們也可以就電動汽車來看 之前國內也有業者 所以我們就覺得 非所謂的租電買車 那TESLA大家也有看 它的營運模式不太一樣 它買車用整車分期不完的方式 您是回答問題 就是說我們目前產出的車輛 它並不是很完整的程度 只是所謂的 所謂的先期產品 類似一種Sample Sanple 它們就叫做示範運輯 基本上跟所謂量產 一般消費者可以買的東西 那就是只能做出這種東西 所以這個離义成品 可能很近可能很遠 所以這個是 但是誰會去買人的東西 只有文青或政府機關 這什麼 目前用買的大概就是台電 還有工業局 如果有機會 我們可以再去 看看他們目前的這件車輛 我猜哪 大概都丟在那邊 好 還有其他問題嗎 文長要清楚解釋一下 你至103年這個目標 突然下銷這麼大 當時的這個下銷的想法是什麼 那第二個問題是 你能不能簡單解釋一下 政府入食料益至今的成果 到底是什麼 還是這11區12年以後 大家可以挑 當初下銷 其實我們可以 大概可以知道 其實在整個 各個四方案 其實它會平估所謂的營運成本 當初的車價 不管是進口來或國產 其實車價都滿高的 再來就是它必須是由縣市政府 跟整個提案單位去抵押 那有些單位可能提案 因為考量說它的營運地點 適不適合 營運的代課率適不適合 大概這樣 那當然 過去我們 我們不能單單單只做 就示範案來看說 誒 示範案有幾案 到底成不成功 我們應該看說 這個可以為我們產業 在研發國務 或是研發獲得的專利去看看 或是帶動國內的整個 產業鏈進入供應鏈 或是打入其他車廂供應鏈來做 對 對 對 就從 第一 但細部之要 我是沒帶過來 因為 沒預期讓你 對 真的好 有一點 有一點是 就是 顧客否認的事實 當時電信的目標 是準備銷售的車輛數 是預計銷售數 所以 就算這裡有幾百台 那些都還是 所謂先期 sample 示範運行的車輛 如果嚴格來講的話 成品是零 也就是 還沒有 可以有達到 能夠所謂的 量產 賣給一般消費者的車輛 好 還有其他問題嗎 可以再簡單說一下 剛剛委員 問的問題 沒有關於委員 我們是到底是要決定 撞絲斷完 還是說接下來還是持續去做 而要突入多久的一個 這個 我們還是會持續 呼到所謂電動汽車產業 包括它的供應鏈 那未來還有所謂的無人價值 我們現在也在規劃 各個部位都有 所以 這一塊 台灣不會放棄 台灣不會放棄 因為這個後續 整個國際趨勢是我們這邊走的 好 那至於你說發展的部分 其實 其實各部會都有這一塊 剛才你回答的也不完全是 是 第一個 我們要沒有整車產出 發展民主建 這個當然是什麼 而且台灣已經現在已經有非常不錯的民主建廠商 那無人價值那又是另外一個 那我們到底有台灣要不要來發展我們的電動車輛整車產 對 剛才你剛才需要發展 那據我了解的話 當然 國內車廠自有品牌部分 玉龍 他也會預計在下班裡 會推出一個 對外看收盤 有嗎 好 還有其他地方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 今天記者會就到這個地方 我們非常感謝各位媒體朋友的參加 特別感謝我們經濟過兩位代表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